至我温 还记得去年六月三日 横店的那场大雨 那是我第一次走进你的世界 体会你被仇恨侵蚀的人生 经历你的苦难与救赎 咀嚼你的切肤之痛 一年过去了 山河令画下了句点 而你 是不是也该放下执念 来人间看看了 我们这个世界啊 与你生长的地方很不一样 这里没有归国 没有无解的仇恨和无畏的杀戮 不用紧握拳头隐瞒心事 想大笑的时候就放肆大笑 想哭的时候也不用刻意忍住 记得你曾说 你这一生 总是在不合十一中度过 你的世界曾被黑暗笼罩 靠着自己的力量 一点一点地从人心和鬼欲装挣脱出来 你抱了父母的血海深仇 将痴妹亡娘统统赶回了地狱 打开了乘风已久的武林宝库 遇到了最好的知己 周子舒 可是遗憾和伤痛在所难免 这一路上 你也失去了很多重要的人 知情般的梦女阿湘 恩声难抱的罗姨 龙雀和更多无辜受难的人 我有时就在想 如温客行活在我的平行世界 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要在人间做点什么 才不会是白来一趟 像他的父母一样 做个玄乎济世的神医 成为一名逞恶扬善 世人敬眼的英雄 还是 就做一个普普通通 快快乐乐的人 以前的我没有答案 现在我觉得 并不存在唯一的答案 温客行在人间的故事 是要你自己去书写的呀 烟火人间 有乐有痛 老温 别让自己这么难受了 也不要把所有的事情 都埋在心底 要对自己好一点 你的一切选择 最终都会迎来最好的安排 最近气温慢慢回升了 周遭的一切 都是神机盎然的样子 春天近在眼前 窗外可以听到鸟鸣的声音 阵阵微风拂过 喧嚣的街道 川流不息的车辆 熙熙攘攘的行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悲伤和快乐 其实 平凡的人生 也挺有趣的 而且 阳光很温暖 是你一直渴望的温暖 你会喜欢的 热了老万 介于你点菜的水平实在是一般 等你来了 我点一粥好的 给你称足排面 来人间一趟 你要多晒晒太阳 如果可以 一起开始新的生活吧 温客行 何其有些人你相识 人间疾苦 人情悲凉 我曾陪你走过 接下来 也想带你好好品尝 这人世间的甘甜 饮一壶佳酿 品味世间的繁华与落寞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淡度无所苦 我自 迎接辱 与君将别离 恍然如昨日 初心捐客 无憾天涯 待到晴空月明日 正是人间 相逢时 龚俊 2021年3月21日 深夜